各位儿童教会的家长和孩子早晨 我是Penny姐姐 今天是1月3个主日 儿童教会暂停聚会已经一段时间了 各位儿童导师都很想和各位孩子相聚 所以由下个星期日开始 约定你早上10点 我们在zoom和你齐齐看手影 看这部亲子崇拜的短片 看完短片之后 有大约20分钟的小早时间 约定你下个星期见 详情请留意家长群组发放的消息 在开始今天的讯息之前 我们先一起用主肚文祈祷 一起合上眼睛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臨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私探 救我们脱离胸 因为国度 拳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门 纵然疫情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留在家 但当每次 向窗外面去望的时候 细心观看 就会看到神所创造的万物 是很奇妙 很伟大 你试试看出窗外 为着神的创造 我们一起去敬拜 赞美主 赞美主伟大 你是尊贵 永活永远 万世不变 赞美主伟大 你是可谓 独有主 会得敬拜 我得主自高 自善自美 你创造宇宙窮聪 同心中赞 神圣杰尊贵 我要一生葛众你 赞美主伟大 你是尊贵 永活永远 万世不变 赞美主伟大 你是可谓 独有主 会得敬拜 我得主自高 我的主自高 自善自美 你创造宇宙窮聪 同心中赞 神圣杰尊贵 我要一生葛众你 赞美主伟大 你是尊贵 永活永远 永活永远 万世不变 赞美主伟大 你是可谓 独有主 不得敬拜 神圣杰尊贵 神圣杰尊贵 你创造宇宙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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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 独有主 不得敬拜 独有主 不得敬拜 我们又一起看看上一次《神国女的公主王子》系列7 你们的回应先 第一题 上一次信息的金句是什么呢? 就是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 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 而是要服侍人 经文教导我们要学习耶稣 用爱心去服侍人 第二题 彼此服侍的意思是 因为爱对方 愿意为对方付出行动 使对方在身心得满足 互相帮助 帮助别人 互相服侍 互相分享帮助人 彼此帮助 你们所回应的全部都是彼此服侍的意思 全部都答得正确 第三题 你会如何实践彼此服侍? 有孩子回应 他会帮助弟弟 去实践彼此服侍 教同学做数学功课 帮忙洗碗 分享食物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 看见需要的就帮助别人 会帮妈妈做家务 妈妈煮饭给他吃 有孩子会自己收拾玩具 会在家人工作的时候保持安静 分享玩具 别人受伤 会上前扶起去 在小脚板帮忙排灯 分享爱 多帮助人 互相交换爱心 交换心爱的物品 用行动去帮助别人 做爸爸妈妈的小帮手 画画送给其他人 欣赏你们愿意实践彼此服侍 立日2021年 又看看你们的立志 紫桥立志每周都看儿童教会的影片 浩浪立志每周定时收看儿童教会的亲子崇拜 落心 立志要上到一家好的中学 考程 立志要专心学习 卓桥 立志要帮助人 传福音 惠南 立志学会每天要看圣经 柏熙 立志做过有礼貌的好孩子 爱天父和帮助人 诗情 立志每天唱诗敬拜 每个星期专心崇拜 诗与立志分享爱 若希 立志要多些帮助人 南南 立志要考到一家好的中学 他很希望神能指引他 信一立志要做一个乖乖的小朋友 听圣经的教导 希望各位孩子向天父所立志的 都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去做 最后看下你们的分享 南南和我们分享 她很感谢上帝令到她学会 如何彼此服侍 感谢儿童教会付出的每一位 过程中令她体会到神的爱 乐心祝福各位六年级的孩子 一起考到好的中学 韦南和大家分享她很开心 因为虽然疫情没得上学 但她很感恩 妈妈多了时间陪她 卓桥和我们分享 她的见证 她觉得帮了人之后 她觉得很开心 信一和我们分享 她的婆婆工人姐姐生日 她帮她庆祝很开心 还有她自己创作了纸巾包装子 也都很满足 相信工人姐姐都会很开心 帕希和我们分享 她参加了第一课 齐齐四圣经课堂 可以和Pennie姐姐和Carol姐姐 还有其他五位的同学 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 真的很开心 多谢导师的内心交道 帕希 多谢你 多谢主 最后是私行 很想祝大家新年快乐 多谢各位孩子分享你们的生活 感受和见证 今次来到神国女的公主 王子系列8 公主王子相亲相爱 彼此尊重 玲玲公主 昌儿公主和小冬王子 很早回来儿童教会 听听她们在谈什么 今天 儿童教会的小早时间 要商讨如何布置儿童教会 我觉得在儿童教会 挂上不同颜色的彩带 就可以表达到儿童教会开心的气氛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还有谁想有些意见出来 对呀 我就觉得摆盘大吉做布置最好 因为农历新年快要到 什么 大吉 你真的以为可以大吉大利吗 如果要摆盘栽 我宁愿摆盘年花就最好 花有什么好呢 又不吃得又不用得 我也是觉得摆盘大吉最好 又好看又吃得 这样才是实际的 哎呀 你好吵啊 你不要以为声大大 人家就要听你说 快点不要再争辱了 听这姐姐来的 你快点问一下她的意见 好吗 看来你们有些难题要解决 她说话很大声 她以为声大大 人家就要听她说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想跟大家说 买盘吉做布置而已 哦 原来你们在谈 如何去布置儿童教会 他们各有意见 不知为什么就吵架了 小冬王子 向来她说话都比较大声 我曾经都有提议过她 可以轻声点 小声点 她都已经表示了 我愿意改变的了 只不过 改变习惯是需要时间的 我想她不是想你们 一定要听她的意见 今天 我刚刚的分享 就会是 讲我们相处的时候 要彼此尊重 不如你们先回自己的位 一起听下神的话 在过去几个星期 分享过 相趁相爱的公主王子 要学习彼此接纳 彼此分享 彼此服侍 今次我们来都学习彼此尊重 你知道吗? 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性格 有不同的能力 当我们要合作的时候 不同的人 就会有不同的意见 当遇到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你又会怎么做? 好 我们先看看圣经的教导 在彼得前书2章17节 提醒我们 要尊重众人 爱护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当中提到尊重众人 爱护弟兄 尊敬君王 即是要尊重人 第二就是尊重神 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人? 是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而做 当我们尊重别人的时候 就等于尊重神 而敬畏神 就是相信了耶稣的人 对神的一种尊重的态度 那彼此尊重需要什么呢? 彼此尊重 是很需要有爱 以及 耳朵 耳朵是什么呢? 耳朵就是要聆听 因为出于爱 爱哪个? 爱对方 爱小组 爱教会 爱家庭 爱学校等等 而愿意付出耐性和时间 用心去聆听 就好像刚才 玲玲公主和小冬王子 他们在商讨 如何去布置儿童教会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彼此都是出于爱儿童教会 可以尝试 专心聆听对方的说话 就算自己不赞同对方的意见 都愿意付出耐性和时间 用心去聆听 彼此尊重 就是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 今次我们学习彼此尊重 尊重别人的同时 还要尊重神 那如何去尊重神? 例如 听信息的时候 专心听神的说话 敬拜主的时候 专心去唱歌敬拜 祈祷的时候 专心祈祷听主的声音 分别时间出来看圣经 亲近主 这些都是尊重神的行为 无论在小组 家庭 或者学校 其实我们经常会遇到 要跟别人合作做功课 搞专题研习报告 当中都会遇到 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们都是神国的公主王子 一起靠着主耶稣 去学习彼此尊重 尊重人 尊重神 最后我们都一起祈祷 求主的爱去充满我们 让我们懂得尊重人 尊重神 我们一起合上眼睛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爱我 祝福各位神国的公主王子 靠着主的力量 能够胜过一切的困难 下个星期再见 祝我来寻求你的面 求你充满我 来充满我 祝我 祝我 求你接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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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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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恩典 为我 断片 發待 我 祝我 祝我 祝救 Soy 耶稣 耶稣 祢已保险 吸尽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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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已恩天 为我们断练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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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已保险 吸尽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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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已恩天 为我们断练 祝我恳慕你的同在 求你接近我 来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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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已保险 耶稣 祢已保险 耶稣 祢已保险